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的男人 担心她过生活粗之大业 照顾不好自己的身体 做什么事情都懒得去花心思 所以 女人就会把这些很多很多的担心 会总成一句话照顾好自己 而女人在跟你聊天时 对你说这句话 也是在说明她很心疼你 有一种想要照顾你呵护你的想法 对于女人来说 你就是生活的大半部分 她会竭尽所能地去给你最好的 照顾你生活的所有起居 给你更多美好的记忆 二 在干嘛 女人想要走近你 就会忍不住地经常问你这一句话 你不用觉得丝毫的奇怪 因为就算女人在矜持 但她想要了解你的内心表现的依然很明显 想要知道你喜欢做的事情 经常做的事情或者是生活的规律 是女人对你的好奇心 如果女人不想跟你在一起 根本就不会在乎你每天做过什么 现在在做什么 所以 当你听到女人在问你这句话的时候 一定要明白她隐藏的心思 要知道 聊天时这句话 意味着女人已经把心交给你了 三 没事 还有我呢 女人总是会在你无助失望的时候 给你安慰 努力地给你讲笑话 让你忘记烦恼 给你讲很多的大道理去开导你 并陪在你的身边告诉你没事 还有我呢 说明女人真的为你动了心 因为生活中不会有人喜欢听你的抱怨与烦恼 那些能够留下来 陪你一起伤心难过的人 一定都是特别珍重你的人 而这句话 无疑是女人给你最长情的告白 她能陪你一起同甘 但更想陪你一起共苦 四 加油 我相信你 即使你有很多的不完美 女人都愿意相信你 因为你在她的眼中 不管做什么都是无可替代的完美 所以 她会鼓励你去做很多事情 在你想要退缩的事情给你勇气 让你可以义无反顾地去挑战你遇到的困难 而她则在你的身后默默地支持你 她不在乎你是不是能够富甲一方 她只是坚持着你开心就是她最大的安慰 这样的女人往往特别善解人意 她能懂你的忧愁 给你更多的宽容理解和鼓励 所以 别多想了 聊天时这句话 意味着女人已经把心交给你了 五 我愿意为了你去努力人都有缺点 而当女人坦诚地告诉你她的缺点 并会对你说为了你我愿意去努力 说明女人可以为了你去付出 她不害怕在你面前露出不好的一面 只怕你忽视她为你做出的努力 而她肯对你说这句话 说明她肯放低自己的姿态 主动地去追求你 把自己变得更好然后去适应你 所以 女人说出这句话 这份努力就已经值得你用心去珍惜她了 要知道 聊天时这句话 意味着女人已经把心交给你了 男人不应该怪自己单身 应该怪曾经有个这样的女人来到你的世界 你却没有懂得她的意思 也没有力所能及地给她自己的关心 明明很合适 也很相爱 却因为自己一时的不理解 变成了永久的错过 所以 当你在听到女人聊天时 对你说这五句话 就不要轻易地放开她了 每天都有很多的人 把自己追女生的聊天记录给老司机看 百分之九十的男人都是这样和女人聊天的 在干嘛 吃了吗 睡觉了 聊天最怕的就是没话找话 一来会暴露你的需求感 让女生觉得你想追她 二来你不会聊 更加让女人讨厌你 自然就会把你拉黑 所以 宁可不聊 不要尬聊 想在公众号上学习追女生聊天约会技巧 关注 心动恋爱学 就可以了没有女朋友的 大家自行评论区找吧 凑一天情侣 据说点赞评论转发的都脱单了 各位朋友 谁呢 我看看j liter前对的都更好 只 relating过来说don Mean hovahано minus脑 黄帔的都名 кап岩 及味着的良心 最后és会一回目前提供的人 绝职派词 一琴也接吻 我只是同一 stop